大灾面前全是大爱叫人怎能不泪目 近日甘肃基石山县地震救援进展牵动着万千国人的心 一个个救援瞬间令人动容 有人自发撑起了免费牛肉面摊 只为让镇区人民能够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有人带着头盔闯入公安局 放下钱就走 还有17岁脑贪男孩 将卖爆米花辛苦宰下的2000块悉数捐出 各大企业也纷纷捐款捐物 比如红星尔克捐赠2000万物资 蚂蚁集团捐赠1000万 就连前几个月才存活下来的国货品牌 活力28也捐出了云股东打赏的5万块 还有一些不被人熟知的小国货品牌 也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默默付出 比如30年南携国货品牌德塞 他们注意到镇区需要保暖物资 便将自营产品停止发货 全力调配出100万的冬季保暖南靴 凌晨2点大伙齐心将物资打包完毕 从温州发往甘肃镇区2200多公里的路途 专车直达给镇区的群众送去了温暖 也带去了希望 实际上这些小的国货品牌 自己的日子都过得并不宽裕 比如在前几年面对大流行 德塞作为代工企业一度没有订单 好不容易依靠自主品牌转型升级 但是他们在面对天灾时 却毫不畏惧地扛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倾尽所能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次我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额不算太大 跟那些大网红们不能比 当然也是我的小小心意 我们希望能够为镇区人民带去一丝帮助 基石成山 众志成城 相信甘肃定能够早日渡过难关